我再强调一遍 两年 三千五百块 谢谢 你想干嘛 你想吓谁呀 张绍刚主持的这期节目 可谓是精彩分成 不仅让我看到了 我们绍刚同学的精湛演技 也让我见识到了那群老板们 高高在上的丑陋嘴脸 回到节目开始 我们的小孙同学 迈着自信的步伐 来到舞台中央 随口做起了自我介绍 大学三年期间呢 最主要的成就是 自编 自导 自演 自演了三部 独立电影 小孙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个迷离的小眼神 会瞬间激起张绍刚的表演欲望 我给大家 讲一下 刚才他在说 2009年 自编 自导 自演了三部 独立电影 然后注意 注意说完句话 独立电影 他在等着大家 发出这样的声音 一说独立电影 大家 但是发现底下 悄无声息 看到张绍刚的这个生情并茂的表演 我只想被打满分 奥斯卡不给他帮个小金人 简直都太对不起他这份卖力的表演了 面对张绍刚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 小孙只能无奈地笑笑 只想赶紧结束这个话题 当然我们的张绍刚同学也没让他失望 顺口聊起了小孙在大四时辍学的原因 可让小孙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又踩到了张绍刚的一个雷区 你可能不太了解 你可能离开高校很多年了 现在的大学是这样的 我是大学老师 你说这句话让我不高兴 我从1990年进入高校到现在 21年的时间我从未离开过高校 小孙不严谨地表达 瞬间惹得张绍刚暴怒 而我们的小孙同学很显然 也没让我们失望 决定用魔法打败魔法 这样的就是 您作为一个学生离开高校 已经很多年了 小孙的这句漫不经心的解释 瞬间把张绍刚气得自闭 这时我们的一位面试官 终于看不下去了 决定为我们的绍刚同学出口恶气 你平常说话也是这样吗 差不多 你知道你现在这种语气和表态 哪怕你说是 都会让别人听着你说 你从心里头看不起对方 对他在讽刺挖掘我 张绍刚的这句话 简直就是到达一趴的最高境界 节目一开始 张绍刚就揪着小孙的表情 开始疯狂模仿 并讽刺挖掘小孙 现在反而说小孙讽刺挖掘自己 看到这里 我只想说 你们是只许周冠放火 不需百姓点灯吗 张绍刚瞬间把场上的气氛 挑拨的剑拔弩张了起来 我们的这位女面试官 也趁机把握住了 这次千载难逢的拍马屁机会 绍刚我真是挺失望的 我来非你莫属 就是想招什么 就是年薪二三十万的那种 人力资源咨询顾问 结果来了一个一个的这种 类似他这样的 我真的觉得挺浪费时间的 咱这轮能快点吗 我就赶紧灭了灯 我就在这等着了 你不看到这位女老板的这波 为了对而对 丝毫不懂的尊重为何物的迷惑发言 不知屏幕前的你看了做何感想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随后张绍刚试图转移话题 缓和场上剑拔弩张的气氛 可奈何我们的小孙 偏偏不给任何台阶 三千五百块钱拍了仨电影 这个电影在什么地方播了 我是一个导演 不是一个网络推手 小孙这句牛气冲天的回答 将张绍刚骑得瞬间闭卖 大手一挥将面试的提问权 交给了在座的各位老板们 随后我们的其中一个面试官 询问小孙是否有将自己的作品 带到现场 然而在播放影片的过程中 我们的张绍刚同学 似乎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稍等 我看到了一些矛盾 第一呢 你说如果感兴趣要上网搜索一下 所以你把它放到网上了 对对对 那你上来之后 我说谁看过 在什么样的平台看 你就直接说网 你为什么要强调你是个导演 不是个推手 你拍这个不是给人看的 你不是给人看 你又告诉大家想看上网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自己在二零 在学校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工作室 在工作室里面 我是负责导演的部分 而不是负责上传视频的部分 小孙的这句傲慢的回答 瞬间将张绍刚刚平息的怒火 又调了起来 你知道你为什么在和人沟通的时候 会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 因为当你不想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用这种方法来回答 我再强调一遍 两年三千五百块 谢谢 你想干嘛 你想吓谁呀 刚撒完气的张绍刚同学 懒得再跟小孙废话 大手一挥 便让节目组直接进入投票环节 可令张绍刚没想到的是 竟然还有一盏灯为小孙而留 刘灯的老板正欲对小孙提问 却没想到直接被张绍刚拦了下来 张绍刚这话很明显 势必要将小孙的工作机会搅黄 面对张绍刚的挑衅 小孙也终于选择了不再忍让 再说一遍我刚才的话 这部影片是耗时两年时间 耗时三年五百块 耗时两年时间 关键你拍完了就是想让人看 对吧 那阿B哥在恶俗 他还有点几率 你说你连个点几率都没有 老板让你拍了东西 然后你拍东西别人还不爱看 那你最后你说你给企业有什么价值呢 而且看不出你的才华 我说的还是成本的一个问题 关键你的东西都没人看 我的东西您没有看过 你怎么就知道里面没有看过 网上都没人看过 孙柯 孙柯 你的态度 孙柯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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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你的态度 在张绍刚和他这位忠实女粉丝的挑拨下 终于搅黄了小孙的工作机会 可灭灯后 张绍刚和那位忠实女粉丝 也不忘补刀将灭灯的所有黑锅 推到小孙身上 你只要沟通的时候正常一点 你今天应该能拿到工作的 孙柯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 说话的时候稍稍的可以小一点 你的这个片子指引不了未来电影的方向 谢谢你 再见